大家好 我是高位班 今天 我们也来谈一谈 国安法 这个 国安法 港版的国安法 还有它的实时细则 现在 几乎在台湾 每天晚上的政论节目 都在讨论 所以我们也不必 讨论很细的情况 归纳起来 它把这个国安法 就 定出了有四项 这个 刑则 就是违反了这个 这四项 那都是属于要被 处分的 不但要发钱 还要判刑 最终 都是无期徒刑 那这是哪 四个罪状呢 第一个 分裂国家 你的言论 你的做法 分裂了国家 这个是 不准需的 第二个 颠覆政府 第三个 恐怖活动 第四个 勾结 外国 但是呢 如果从表面的文字来讲 哇 你牵手到这四个 那么 处罚你 这也是应该啊 但是 怎么认定呢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这个定罪的标准在哪里 是非常非常 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是说 你 你 你平常的言行 你的 你跟朋友的 这个LINE的 讯息的往来里面 你如果 有牵涉到 不认同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 这个 颠覆政府了 或者是 你是主张 这个 好像 这个 中国政府 未来会走向民主 那你也就不认识 共产主义专政 一党专政 这个事情 那你就是颠覆政府罪 更不要谈了 像我们 台湾 的民调出来 都是 百分之 我数字 正确数字 不知道 都是 百分之 八十 或者这种情况 都是 希望维持现状 就是 希望 不受中国控制嘛 就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社会 那这些 百分之八十 都违反了 国安法 如果你 踏入 中国 香港 或者是 即使香港的 飞机 里路 可能被抓 所以这个门槛 低 才是 重点嘛 我们过去 也有过 言论 就是你 你发表的文章 像现在中国 许 许章 运 这个 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写的文章 写 根据这个 那 无企图形啊 我老天 一定要判无企图形 那因为他主张民主啊 他主张这个法治啊 他主张 都跟 中国 目前的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 范围之管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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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好吧 就不只是 针对在香港的居民 不管是香港的居民 外国本国 住在香港的人 是受这个法律 你不住在香港的 像我们台湾 也受到这个法律的牵涉 如果我们 我刚刚讲 80%的人 都 都违反了 港版的 国安法 这是 这是 非常荒谬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还不要讲说 怪怪 另外一件事情 跟COVID 它是 设计 寄网的 只要你 曾经 你的 尤其你的手机 就是 罪证的一个证明 手机一打开来 里面的这些LINE 你接受到LINE 里面有这些言论 都是 违法的 我们台湾 过去也曾经有刑法100条 言论 因言论 而涉及了 叛乱 就是这个 叛乱罪 但是 我们2000 我们1990年 30年前 我们就已经 废除了 所以中共的 法律 落后 我们台湾 起码30年了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刚刚讲的 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 现在几乎就是 人人都感到恐惧 这个在这边 但是人人感到恐惧 是一回事 但是你这个 港版国王法 出来之后 使全世界滑了 不只是我们台湾 的人民 感到恐惧 香港的 这个人 当然 更觉得无望 但是 同时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荒谬 对不对 凸显 你这个政权的 怎么讲 你政权的 这个 你自己对你的政权 没有信心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嘛 所以你才把它 定得这么严嘛 在这么严的情况下 几乎在香港来讲 大概很少人不犯法嘛 我们台湾来讲 即使你是统派的 难道你过去没有说过 希望中国 希望中国将来走下民主吗 如果中国走下民主 就是你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 一党专政 对不对 那你也是一样的 涉及了 这四条罪啊 这四条罪啊 恐怖 而且这些 目前的这些 和平的示威 请愿 游行 都是涉及 恐怖活动啊 因为他认为 你这个 你这个 尤其香港 这么多人出来 上街游行 实质你 实质上 那你就是在 颠覆 政府的行动啊 对不对 你就是反对 政府的执政啊 所以你才走上街头啊 那这些人 都都是有罪的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讲 套一句 这个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 希罗多德 他 曾经说过一句话 印证了 今天这个现象 他说 上帝 要 使一些人 灭亡的话 他先 让他疯狂 那么 今天这个 港版国王法 出来之后 我想 大部分的人 都认为 这是一个 疯狂的决定 尤其是 民主国家 欧美日 这些国家 他们都会 把这件事情 定出这样的 一个法律 这样一个 一个不严谨 而且是 荒谬的法律 认为这是一个 疯狂的 邪命 所以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应重了我刚刚讲的 这个哲学家所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 中国将要崩溃前的疯狂 是不是最后一次疯狂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这个 非常明显的 让大家 看清楚了 中共 邪恶的本质 才会 定出 这样的 疯狂 法律 谢谢大家 如果你认同 我的理念 希望你能 把它分享出去 再见 明天见 好我们刚刚这个 Helen呢 大都会旅行社的总经理 跟我们介绍 这个他用的 亮亮口罩 这是他自己的口罩 然后 他这个 有一次 大概是群麻疹吧 过敏 之后 结果全身都这个 过敏 只有晚上睡觉 之后因为他戴着 对口罩 所以这一区呢 是 保持正常 其他的地方 东东都肿起来 后来你去看医生 对 因为太严重了 只好打针 只好打针 医生应该也会问你说 为什么只有这边没有 对 他也 他也不知道 因为我进医院的时候 我也是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 因为最严重的就是在 额头 手 脚 脚 对 那个都 一看就知道 怎么肿成这样 就是过敏 就是过敏 好 现在其实 虽然疫情 比较舒缓了 可是 保护自己 还是戴着口罩 还是需要 夏天这么热 其实 我们为什么选 胚色的布 就是希望就是说 你也可以有一点点遮阳的效果 走在路上有时候没有打 没有打伞 那可以有点遮阳的效果 他面积很大已经把他整个脸都包覆了 只剩下额头 对不对 好所以 戴个帽子戴个口罩 其实就已经遮阳了 我有公司同事去 澎湖里岛玩 他就因为 风很大 所以他都要骑摩特车要戴安全帽 要戴眼镜 对不对 可是那下面怎么办 会晒到太阳 他就是戴这个口罩 这样是不是都遮住了 脸就不会这样 你看喔 如果没有戴这个口罩 你的眼睛是白色 下面都是黑色 因为他晒回来就是变成手 都两个颜色 对 所以 就真的保护 真的保护起来了 而且他透气 对不对 很透气 天气 是 他都会让你很凉爽 因为他 这个机能部就是很快的把那些热气可以倒出去 没有错 好 这个是实证的结果 所以大家 919块而已 好 试试看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是 但是有一个 你也很喜欢用的产品 我知道 就是干妈妈 是 这个干妈妈呢 刚开始我是 像这种短的 我是放在厨房里 因为以前我们的抹布 就是洗一洗然后挂着 因为家里可能白天没人啊 就不会开空调啊 所以那个 抹布呢 到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有点 有点 没味了 臭铺 后来呢 童律师介绍了我这个干妈妈 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厨房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抹布呢 都放在这个上面 还有擦手巾也放在这上面 回家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抹布是可以拿起来纹的 真的 而且厨房也没有味道 一点味道都没有 然后厨房也会觉得让你很干的感觉 还有 我差不多 后来 又 彭律师又发明了一个这个 因为这个太短了 这个我用浴巾是可以 可是我会折好多折 那好多折 有时候杆子不是那么厚 杆子不够厚 对 跟那个墙壁的宽 宽度不够宽 根本就塞不下去 后来 为了要 热毛巾 我毛巾是改小条的 可是我几乎都是用大条习惯 后来有这个 我就开始又可以恢复我用大毛巾了 对 说一下这个怎么 怎么好用 因为他真的长度比他大 对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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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这个色彩很漂亮 放在浴室里 超漂亮的 这个现在也是公司在寻求这个 B2B ODM OEM 其实花色不是 花色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设计 好 比例对不对 他确实多 真的多长了一点 我就把它换到我的浴室了 我就大毛巾也可以放了 然后有时候呢 我的 私密的衣服也可以放了 然后呢 还有一点 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的浴室是干的 对 后来我问了同医师 他的厨师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因为 那个浴室就只有通风嘛 可是他不见得会把你所有水分通通吸掉 是 不会说在一个晚上七八个小时后就完全干的 可是他这个 干妈妈 他不但让我的毛巾 都是干的 而且 尤其是冬天拿起来 就好像烘过一样 对 酥酥的 很舒服 也没有味道 又干 我的浴室又干净 我觉得 这个超我喜欢的 好 你知道为什么 一点点温度的差异 因为他其实不是很热啊 那为什么整个浴室的这个空间的水汽会出去呢 这个原理我就不是这个专家了 其实这个原理跟冰箱的原理很像 就是 当你这个茶杯啊 如果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是不是冷冷的 是 就会把空气里面的水分就吸到这边 就会凝结水滴嘛 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温度 这个杯子的温度 比旁边的温度高个一两度 那水就会往比较低温的地方跑了 好了 那你今天在这个浴室里面 你用了这个 对 厨房 你用了一个有一点点温度 它会让你的浴室跟那个厨房的温度 稍微微比环境的空间多个一度 那一旦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物理的这个条件 水汽就会往其他地方跑 就这么简单 原来是这样 哇 你真的是 专家 不是 其实就是一个 物理原理 那所以其实 有人在 这个 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衣橱里面也可以有一个厨师的装置 才不会发霉 才不会发霉 那但是因为 衣橱很多人都喜欢 里面 摆得很杂乱 所以 衣服通通都挤在一起 那里面有一个有温度的东西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安全的问题必须要先考虑 所以还在design那个绝对要安全的一个发热的装置 因为现在衣橱里面的厨师大概就是用那种防潮的 那种痘痘的那种东西 用那种可以倒水的那种 对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一次的湿气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满了 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换它 也太贵 对 你表面上好像一罐一两百块 可是事实上是很贵的 一两百块 用完就要丢了 这个是而且也不环保 可是这个部分还在开发 也欢迎有厂商 如果B2B的话可以来握手 不过我觉得这个 我要讲一下那个 其实 之前 我有买一个就是放在地上也是这么大张的 记得吗 那是特别设计给你 对特别设计给我的 有时候我会拿那个 到我的 衣橱 就是更衣室里面去了 因为你是更衣室 对 走进去的walking closet 那比较安全 是就放在地上 对 我就不是吊起来 那你就整个空间都出湿 对 其实冬天我 我 都把地垫 就是你 特别给我的那个 那一块 我都24小时都放在我的床底下 我都没有关 那我的电 你没有暖气了 我也没有暖气 那我也电费假实战也没有增加 回到家就是很温暖的家 所以 这是你喜欢的感觉 是 原来如此 所以本来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可以取代 现在的地暖 暖气 就是在房间不需要铺设铺满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在多功能的 这是隐形冠军 它是可以用在 整个地暖的设置的 这是属于建筑的那个领域了 对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 跟我们的这个 Approfiber的 这个工程人员联络 好 所以可以有B2B ODM OEM的合作 OK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分享这些使用的心得 这是我这四年来一直用到 觉得哇 越用越开心的那种 产品 一个产品 对 好 隐形冠军 姐 戴的不是口罩 因为帮富姐的是 高科技远红外线专利机能部 姐带的是 满满的 脚原蛋白 售价999元 请拨打客服专线 会用手机扫描QR Code 了解更详细的产品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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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 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 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 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不需要大费周章的使用轰衣机 还能环保 节能 爱地球